哈喽,欢迎收看鲑鱼局的珠宝3D建模教学频道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不规则的颗面戒指 那这个不规则颗面的做法是我们前阵子偶然发现的 因为做法简单,效果也不错,所以就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这个戒指的基底呢,是教学66的三角颗面戒指 如果没看过的话,可以点右上角先看一下详细教学 用镜像修改器做出对称的八边形 宽度的话要多一点,颗面才会明显 套用镜像修改器 选其中一个八边形,在后正式转22.5度 再来要把用来正列的三角颗面做出来 分离出去 再来是环形正列 新增参考用的空体 这个空体要转360除以8 添加正列修改器 物体偏移,对象是空体 合并记得打开 正列完以后直接套用正列 再进入编辑模式全选MM合并重叠的顶点 再把两侧封口 记得确认一下法线方向 OK,这样基本物件就完成了 接着先把参考用的借尾做出来 等一下比较好调尺寸 半径这次用9 添加细分表面修改器 用loop cut强调形状 把直径修正回18 介维可以先隐藏 接着添加细分表面修改器 记得细分等级1就好 算会的等级也要改成1 这样就有颗面的效果出来了 然后再进入编辑模式 选两侧的面 按I做内签面 这边就会看到我们需要的颗面效果就出来了 继续再做一次内签面 稍微做出一点点编辑的效果 然后要注意一下 现在不能直接开启左色平滑 直接开的话颗面会被平滑掉 所以还要再帮它加一个倒角修改器 去强化颗面的渲染效果 便宜改成0.05 分段数改成5 这样颗面就不会被平滑掉了 再把内围叫出来 调整一下大小 不灵差级挖出界围 抱歉顺序错了 是先选界围再选戒指做差级 这样戒指就完成了 接着是材质 这次用白K金 这次的HDRi是这张 比对相成的力量是2 然后这次为了要强调颗面的效果 所以在背板的部分 把它的Metallic调到1 这个大家练习时可以再比较一下差异 接着来看算会的结果 OK 算会的结果还不错 颗面的立体感都有出来 那我们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了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麻烦帮我们订阅分享小铃铛 如果觉得Blender很棒的话 可以订阅Blender Cloud 既支持Blender 也可以得到很多很棒的资源 让自己的功力大增哦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教学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